各位好 欢迎收看财经演绎 内地今年掀起了电商出海的潮流 也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 今天我们就请来 内地主营数字支付业务的 连连数字首席财务官 魏平女士一起来探讨 跨境支付业务的这一门生意经 魏女士 您好 大家好 欢迎您好 还有今天陈凤珠女士 继续来跟我们一起来聊相关的业务 艾琳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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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在我的开头当中提到了两个词 一个是叫电商出海 也叫跨境电商 一个就是叫跨境支付 这两者就有什么关系 你们的业务和跨境整体的电商出海 又有多大的关系 确实电商出海这件事情非常的热 实际上如果看一些统计数据的话 你会发现说过去五年 中国的电商贸易规模翻了一倍以上 2023年的电商出口贸易增幅 是达到15%以上 这个数字的话 如果对比去年的所有的贸易出口的话 尤其显得难能口贵 而今年上半年这个数据也是要到10%左右的 这个应该说跨境电商贸易在中国的出口贸易 一支独秀 一季绝尘 所以电商出海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行业 目前来说 跨境支付 基本上是支持电商出海的一个重要的基础设施 这件事情怎么说 可能需要稍微解释一下 比如说我是一个小的电商企业 我想去亚马逊买东西 我其实要解决几个问题 第一个我得知道说什么东西好卖 这个其实 所以最早的一批出海的电商 其实主要是贸易型的 销售型的 它会对于卖什么东西有一定的感觉 那在这个基础上 它就要能够去亚马逊开店 那这个要经过亚马逊的 叫所谓的KYB KYC这个过程 过了这个过程 它能开店了 卖了以后 它要把钱能够收到自己的公司账户里面 这个对于一个中国的企业 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一个小中小型的中国企业 跑去美国去银行开户 几乎是不可能的 跨境支付这件事情做的是什么 就是在这些中小企业 去境外的电商平台上 直接卖东西的时候 帮他们把钱收回来 简单说就是这件事 作为一个桥梁一样的作用 是的 桥梁和基础设施 当然在这个基础上 跨境支付机构 往往就会帮他们提供一些 在这个之上的增值服务 比如说去亚马逊做KYB KYC 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们可以帮他们 去做这样的KYB KYC 因为我们会更懂亚马逊 所以我们会帮他们更好地去完成这些要求 更方便地开店 比如说他的货物出口的时候 会有一些申报过程 然后钱回来的时候 会有相关的申报过程 我们帮他们去完成申报 及时地准确地完成申报过程 等等这些增值服务 那你们提供这个支付服务 收费是怎么样的 主要这个结构是应该按每一个 每一笔的一个交易向客户收取一个固定的费用 还是收取一个总支付额的一个百分比 基本上可以认为是一个总包的概念 就是基于支付额的一个百分比 或者千分比 那我们在这个上半年 我们的整个的overall 总体的一个费率 大概是千三级这样的一个水平 那其实你们上半年 这个数字支付服务的一个总支付 也按年增长了1.2倍 那整个原因是什么呢 是大环境的一个推动吗 这个大环境推动这件事情 好像第一 在跨境这一块 肯定是跨境行业本身发展很好 当然连连是发展更好的 就是今年上半年 跨境电商贸易上涨10% 连连的总连连服务的支付交易额 是上涨了30%多的 几乎是三倍于行业增长 所以显然我们做的比行业还要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整个的增长120%的话呢 其实我们是既有国内的业务的增长 也有跨境业务的增长 那连连做的支付行业呢 其实应该这么说 连连作为一个企业 我们的这个基本逻辑是 直跟中国 服务中国企业的全球展业的 这样的一些支付 及支付相关增长需求 所以我们基本的关键词有几个 第一就是globalization 中国企业出海 不管是它的产品还是产能 我们希望能够全球范围内服务到它 第二个就是 不管它是出海 全球化还是说 只是在国内展业 我们希望能够在它的支付 以及企业的数字化 提效方面帮到他们 这个是连连的一个总体的逻辑 那连连是一个to be的支付公司 网络支付公司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服务中国的企业 我们希望是这个中国企业的 陪伴中国企业成长 那国内今年我们增长也非常快 在支付量来说增长130%多 收入也是增速到100%以上 所以其实是说 我是齐头并尽的 那这个是不是反映了说 整个的形势呢 我觉得应该这样说 跨境这一块显然是能够反映说 跨境电商贸易的蓬勃发展 国内这一块呢 更多的是说我们服务的企业 我们的产品 随着我们的产品能力的提升 我们的产品切中企业的降本增效 不管是资金流的效率 还是说跟资金流相关的增值降本的效率方面的需求 我切中了它的需求 所以我能够有发展 基本是这样的 对 您刚讲到了要根植内地 那究竟你们未来是根植内地的中小企 还是根植内地的一些大型企业 这个其实我们应该说都有服务能力 所以更多的是说大企业的需求呢 往往是在数字化 以及比如说在营销端 怎么样去通过一些数字化的营销的工具手段 然后去或者叫2B2C的私益流量运营好 然后产生更高的收入 那么在成本端的话呢 其实永远是企业的企业里面的员工 员工的工作流的效率 以及员工相关的公司支出 这款能不能去尽量去最优效率化 然后数字化 所以呢这两端的需求不一样 那我们来说呢 以跨境来说主要服务中小企业 因为跨境的主的生态就是中小企业 以国内来说坦率地说呢 我们服务的是既有2B类型的企业 也有2C类型的企业 2C类型的往往是偏小一点的 但是呢又没有想到说 我只有几个客户那种 泡泡妈妈shop 就是那种夫妻老婆店 而是说有一定规模 但是呢又没有大导 能够自己投入这个收支方面的基础设施 这样的一些类型的企业 2B的一些大企业 比如说我就不举名字了 某一个浙江企业 上游的这个供应链几千家 下游的经销商几千家 那它在上游和下游的中间 不管是说收支的管理 还是说它的上游和下游相关的 跟资金有关的增值服务 比如说对上游的供应链的这个金融服务啊 等等包括下游的分期等等 我们都可以介入进去帮它提效 那刚才您提到就是 金内支付的这一块 其实发展也挺快的 目前其实这个金内支付的 一个收益占到你们全部的一个支付 已经达到三成了 那您觉得就是未来 这个跨境支付的一个发展空间比较大 还是金内支付发展会比较快 我觉得这个就必须得说 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依然其实坦率的说 就算说我们这些年对来又觉得说 我们增速放缓增速放缓 但是5%的增速说实话还是很高的 所以肯定是最大的机会 依然是在国内 但是国内最大的机会呢 其实中国今天我们看 是一个从GDP往GMP转化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这个里面必然是说 在中国的产品到产能 都是在走向世界的这个过程 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有非常多的机会 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是在于说它是不可分的 没有一个所谓的国内和跨境的区别 而是说你只要是服务中国企业 陪伴中国企业去成长 而这个成长的路径 如果是深耕国内 那么我就会陪它在国内 如果说它是要往国外发展 不管是它把东西卖出去 还是把自己的公司办出去 还是把自己的生产基地 这个延展出去 我们希望都是配搬它 好 不过您刚刚讲的 这个全球支付 还有境内支付呢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 就是毛利率 两者差距甚远 我这节先卖个关子了咱们 那下节再说 各位下节再会 各位欢迎回来 我们上一节呢 一直聊到一个问题 就是毛利率嘛 就是留了一个关子 好 这毛利率呢 其实境内跟全球支付呢 真的差距太大了 我给大家先分享一个数据啊 你们的中期报当中就写到 境内的支付毛利率呢 20%多 全球支付毛利率啊 要比它高出大概50个百分点 70%多 怎么会这两者 其实就我而言 我感觉这个业务的内容差不多 但是毛利率的差别为何这么之大 特别好的问题 也不容易回答 我如果简单回答说 它确实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可能也有点太敷衍啊 但是确实呢 国际业务 跨境支付的业务呢 基本上 它的 从 首先费率能看到 这个30多个百分点 然后国内我们其实如果看的话呢 费率大概一到两个百分点 这个就是万几啊 那这样的话呢 确实国内的收费水平很低 但是另一方面呢 就是说从成本要素的角度来说呢 跨境支付里面 我们所需要支付的成本 基本上就是指从前 钱从这个起点 比如说亚马逊的平台 美国站 到这个国内的这个银行的 用的商业银行的管道 这个基本上就是它的成本了 那么 而国内来说呢 就是虽然也是支付行业 但是我们基本上 是需要用到中间的一些 这个合作伙伴啊 等等这样的一些要素 所以而不只是说 像刚才那样子 只是通过商业银行管道进来 所以它业务的 确实操作方式不是特别一样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说 国际的支付呢 坦率的说 这个行业从一开始 其实是百分之一点几的费率的 这样的一个水平的 然后呢 但是这个里面不包括的 其实是台照的合规费用 台照的合规费用 在公司的报表里面 都是在管理费用里面 所以技术的投入 技术的投入在公司的报表里面 在这个就是研发费用里面 所以它都不是在毛利线的上面 当然这个在国内支付来说 也是有这些投入的 但这方面就是 因为你国内嘛 只是一张牌照 一个合规团队 那国际的话 当你有65张牌照的话 你显然有很多个合规团队 所以它对应的这个成本和费用的 一个要素不是特别一样 所以简单总结 是第一个要素 是收费的要素 第二个是成本和费用结构的要素 那回过来还是要回答 为什么国际70多 国内20多 我还得说 在国际这块来说 比起行业来说 我们也是还是 行业的一个不错的水平 更重要的是国内这一块 我们其实有两个要素 两个原因 你如果看我去年的 我其实是接近30%的 那今年为什么是20% 是因为我们今年的一块 很大的一块的增长 来自于我相对比较新的一块业务 那这些相对比较新的业务呢 恰恰是一个相对低毛利的业务 所以呢 它就把我的业务 毛利率带下来了 再有一个点 我想补充一下的 就是说虽然我们的 不考虑今年这个新的这一块的 那个相对低毛利的影响呢 我其实去年的毛利率水平 在30%左右 而这个在国内支付行业 是属于比较好的水平 这个换句话说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行业的一个特质吧 当然因为大家也会很关注 整体毛利率的一个变化 但因为今年你们 上半年的时候 境内这个发展跌走快嘛 所以大家会觉得 你们去怎么去 就是平衡两方面的发展 从而能够再进一步提升这个毛利率呢 我觉得第一呢 就是今年上半年 已经在我们来说 属于比较极致的情况了 就是直接这个 把国际的70%多的毛利率 通过国内的超快速的增长 一口气拉到了一个52.5% 那这个水平呢 在我自己来看呢 其实应该说是近期来说 相对比较低的一个水平了 从相对比较长远的角度来说呢 如果我们在国际和国内业务的发展速度方面 有一个相对的稳态的一个平衡 我们实际上还是会总体有一个很不错的 一个毛利率的水平的 这是一个支付这一块的 但我们还有一块增值业务 其实也是我整个收入的10%以上的 这个增值业务 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在于说 当你只是做支付的时候 你只有一个万几千几的费率的时候 你对于你的B客户的重要性 其实没有那么高 OK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从竞争壁垒的角度来说 你核心其实只是打一个用户体验 这个用户体验里面 当然最前提的支付行业 最重要的前提是安全和安心 那我们的牌照 连连的这个牌照的能力 以及我们在合规方面的一个 我们说是无可置疑的这个成绩吧 我觉得是给客户安心的保障 但是另外一方面说呢 当你给客户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 你的这个费用在客户的整体的这个 跟客户那边产生的交互 会有更多的深度的时候 而不只是广度的时候呢 突然之间你会客户会发现说 连连是更不可替代的 那么更有粘性 相应的也搭建起来更好的一个竞争的壁垒 那这也是说我们在增值业务这块 持续的在投入 而这一块呢 目前能看到的毛利率也是比较低的 所以未来来说呢 我们整个公司的毛利率水平的变化 确实是有赖于这三个大的业务条件的 相对增速 好 您刚刚也提到 其实如果想要拿一个地区的牌照 对于你们来说呢 也是对于业务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 而且呢今年上半年 你们是上半年才在香港上市 然后呢我们也是才更多的关注到 上半年也是拿到了这个 卢森堡的电子货币机构的牌照 好 我相信Elly您也关注到这一点 对 所以说就拿到这个牌照 你们几乎也可以在欧盟所有地区 展开这个职业务呢 那你们未来会在什么地区去发展呢 然后这个是不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 应该说支付是一个受监管的行业 或者叫牌照行业 牌照行业来说牌照和合规 是你整个组织给客户信心和安全感的 最基础的来源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连连说全球展业 我们要全球去拿牌照 全球的牌照是不是做跨境支付 必须的 我坦率的说还是有大量的组织 大量的机构 他比我们少很多的牌照 也一样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简单的答案是说 不是至少就是说 还是有人没有的情况下在做的 那为什么连连要去拿卢森堡的牌照 连连有65张牌照 还要去拿更多的 是不是说每一张牌照就一定会带来某一个量级的增量业务 坦率的说不是这样看问题 对我们来说全球的牌照覆盖 带来的结果是说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中国企业 中国客户很安心的跟着连连往全世界走 那究竟全球因为分很多地区吗 每一个地区 它的整个毛利率方面 或者你们的赚钱效益方面有没有差别 Again 就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 我们不会去按地区看您说的这件事情 我们更多的就是专注于一个企业 专注于说某一个做袜子贸易的公司 他去美国亚马逊卖的不错 OK 然后他说我想去拉美试试 那连连显然要能够帮他去连接到拉美去 然后如果说他说我韩志不错 我要去东南亚试试 那我要能帮他连接到东南亚 所以是一个以客户出发点的这样一件事情 所以我不按国别定价 这是简单的答案 那不同的行业 就是对于你们的收益来说是都一样 还是说您刚刚举的袜子不一样 或者说卖其他的东西又不一样 这个有没有差别 这个里面连连不只是做商品相关的电商贸易 我们其实有商品还有服务 服务和商品是有区别的 因为资金流向不一定一样 举例说我们做的服务贸易呢 是覆盖比如说物流啊商旅啊这些 这些的资金流向呢 其实是国内外国外服务 那电商呢基本上是 我们帮他把钱从国外收回来 所以服务的这个资金流向不一样 资金背后的内容不一样 相对应的呢 其实从我们的支付业务来说 因为支付业务所谓支付业务 外户就是收支 收单收款 然后什么聚合支付等等这一些嘛 就是那这些的不一样呢 我的费率啊我的毛利啊确实会不一样 那因为公司到上半年还是处于一个亏损状态的 那未来有没有一个盈利时间表呢 好的那我可以先稍微纠正一下嘛 我其实从上半年的数据来说 如果是从正就是叫 ordinary 就是经常性的经营的角度来说呢 我是盈利的 我有1000多万的盈利 我为什么有亏损呢 有几个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有非现金的员工期权费用 上市前给员工一笔期权 这个期权还在这个vesting期间 所以是有这个费用的 1.28亿左右 第二块呢确实是我们联营公司的亏损 我们和美国运通公司在中国合资成立了 拿了中国第一张合资清算牌照的公司 叫上海联通公司 联通公司在亏损 当然今年它的亏损已经开始大幅收窄 这块有两个亿 这是最大的两块 另外一块包含在我的3.5个亿的亏损里面呢 其实是我这次的上市费用 上市费用大概在损仪表里面总共有3700多万 把这三个跑出来就是我挣的1600多万 未来的话呢 我们也虽然我们持续的会有战略投入 我们也预期在同样的口径下 会持续的盈利性的发展 好 今天也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Elly再次到来 各位 下一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